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茶道老师赵坤秀 秀秀老师来给我们继续喂完上一次给大家介绍的夏天喝的茶 秀秀老师先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瑞瑶好 好,我们请秀秀老师替我们唤醒一个多月之前 秀秀老师来这里聊到的八种夏天适合夏天喝的茶 秀秀老师,你先给大家介绍是哪八种 最主要,我把六大茶类除了黄茶我没有带 但是为什么带这些茶 我是觉得喝茶是因人而异 因为每个人身体不一样 比如你的身体躁 可是你还是很虚 像我身体也是虚寒 那有些茶类 你是先锋道鼓耶 听众朋友如果有追上YouTube的影片的话 秀秀老师,你到了夏天穿的颜色更淺 那个更是先锋道鼓 让人家好深羡慕哦 你也可以,我讲真的 我是鼻鼻,我不是先锋道鼓 不是,我觉得这种衣服就这样 穿了就没 我是鼻鼻的飞天 如果是先锋道鼓 说实话,我穿这个衣服 讲简单一点 我觉得它好简单 嗯,然后我是同一个款式买好几种颜色 哦,我就不用伤脑筋 对,我从来没有为衣服伤过脑筋 连裤子都这样 好吧,那秀秀老师你赶快去问他有没有大尺寸 因为我看秀秀老师这一件 要两件,王若瑶才塞得进去 乱讲,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不过我觉得这样我们回来 夏天的茶叶是这样 上一集我们不是喝到碧楼村高山茶 对 那喝起来就是清爽味 我们其实要给大家继续上一次我们所没有喝到未完待续的茶 是是是 现在呢,镜头 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YouTube 就可以看到这一集 镜头直接往下转 可以看到总共有六支茶等我们喝 其实是八支哦 因为等一下秀秀老师还要做六宝茶 然后还有普洱 因为那是黑茶类 我们先隔开 我们把我们台湾自己的茶类做一个介绍 到红茶这边 是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声 这些茶类就讲因人而异 有些茶像我的学生 每一次我上课喝到高山茶 然后他都会说 老师可以了 我肚子饿了 对 他是这样讲吗 真的真的 他们就说可以了 再来喝不过去了 受不了了 头昏了 对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时候是 你的身体跟茶叶对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你觉知到你自己 比如说你会头晕 会呕吐 会口渴 甚至口渴 甚至口渴 口渴也算是一种现象 甚至你有时候会锁喉 锁喉 不是茶不好 这些情况 是身体反映了状况 这些情况可能反映的是什么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农残 担心 我担心你是碰到这个 农药残留 农药残留 常常让我 我的头 你也会吗 薛小老师 我会碰到啊 然后你的头 你这么厉害了 还会买到有农药 不是啊 你去试茶的时候 你也不清楚他 对方的茶叶情况 我说我们在试茶 其实很辛苦 因为 那个 头痛 头顶的那种 晕眩感出不去 好茶 像 像那个 好茶会发散 会热 会暖 会让你的身体 真的是感觉到很暖 所以你的身体 其实已经反映那个茶 跟你的关系 对 所以你要非常清楚 是你的身体 反映这些茶 我们再来谈那个美 不然的话 你连低关都没过嘛 那个基本功都没过嘛 对不对 茶叶基本功都没过 你怎么跟你谈心灵感受 心灵感受 一个形而上 一个形而下 对不对 真的是差异太大 所以 比如说隔夜的茶 比如说你身体虚 或者是 有时候早上刚起床 隔夜茶就少痛 这些茶 说实话 少痛 那个 你身体火气大 绿茶 钢杂茶 你可能还可以喝 对 那如果你身体虚的话 我是建议啦 吃完饭 半小时后 喝 千万不要再 饭前 远返中间 对 所以自己要注意 那你会觉得舒服 像若杨你刚 舒服 你上一天 你说舒服 舒服是因为 我们在喝这些茶的时候 我们身体这个时候 还在饱足感中 状态很好 很好 对 对 如果 如果我今天 外面下大雨 我觉得身体的感觉 绿茶就不太合适 当然了 我就会去挑六安六宝 为什么 因为 六宝 六安有一个故事 非常有趣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清朝呢 那个时候有人啊 在那个 刚才 他们在山上 结果呢 安徽那边 这是安徽的茶 结果在安徽那个 六安那个地区 发现呢 身体呢 没有办法 他需要 他已经那个 要热量 不是 他需要降温 因为他感冒神的 就需要一些 解救的东西 那结果没想到呢 那医生呢 开出来的是六安茶 等于是药 给他拆的药 去喝六安茶 叫他去喝六安 怎么那么有趣 结果呢 结果呢 一开那个奇门那边 清代奇门 说那个肠胃不适啊 什么中暑啊 都可以喝六安 都没想到 喝了六安以后 就痊愈了 所以它是一个保健茶啦 所以这是我们夏天喝的 而且我觉得 大家都会讲 什么南非有国宝茶 老实讲 每一个地方 都有自己的地方的宝贝茶 所以六安最红的地方 是在香港 这是从香港进来的 而且他今天带来这个 是有篓子的 有篓子的 而且他一篓是500克 他等于是用边 用一种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竹子啦 是啊 是啊 竹边 是竹边 然后上面用竹子啊 用什么叶子把它包起来 这是竹叶吗 不要去拿一个那个盘子 这是竹叶吗 就用竹叶把这个茶叶包起来哦 今天就直接给大家开 90年代的老六安楼 对我们等一下喝一下 等一下就要给大家开喝 然后也是用那个刀在那边挖呀 真的很可爱 好啦 秀秀那你先把它收好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所泡好的这些茶都喝完 因为这些茶呢 泡好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把这些茶品完 告诉大家 为什么秀秀老师这是推荐 夏天适合饮用的茶 对不对 对 要告诉大家 我们其实在上一次 像六安就是香港茶 那他们最多就是解渴 生津解渴 然后中暑嘛 所以我还是很鼓励大家 即使它是一个老茶 但是它的功效性 还有它的口感上 其实大家非常适合 好 我们上一次呢 秀秀老师拿出了瓶剑碗 对不对 拿出了瓶剑碗 总共呢一口气冲泡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杯茶 然后呢我们已经喝了三峡 三峡的名前碧螺春 也喝了高山茶 新嘉阳的离山茶 紧接着要给大家试的 这是白茶 而且这支白茶是台湾六龟的白茶 其实六龟白茶我不是第一次喝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喝是在 也应该是两三个月前吧 这个茶是 听说很红对不对 我听说这个茶很红 连徐众都知道 我自己也都说 怎么连食材达人都也认识茶 不过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来哦 大家休息一下 哦这个茶汤的颜色 好美哦 大家看 这是白茶 白茶是没有烘焙 没有发酵 不炒不揉 对可是你知道白茶可以泡出这样子的颜色 好美哦 六年了 是因为老茶 好来来来 因为它不像白茶的颜色 白茶不是白色啦 不是啦白茶的颜色没有那么深啊 来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一定要追上这段YouTube的影片哦 因为这段YouTube的影片呢 秀九老师今天一口气 用了瓶剑碗 你知道泡出了几支 他自己认为在夏天非常适合饮用的茶 然后呢 现在要给大家试喝的是 六年哦 哦对 2015的 台湾六灰的白茶 对我发现前面三年哦 其实说实话很苦 嗯 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清味仪还是有一点 茶汤是这个颜色吗 刚刚秀秀在笑我 秀秀说白茶的茶汤颜色不是白色啦 可是我也没有看过白茶的茶汤颜色 这么像红茶耶 它是叶子 是不是 你说秀秀老师你讲 你喝喝看呢 非常的浑厚啊 嗯 而且它 它其实是一个很有 我觉得也是很有气质 哦 好细腻的感觉哦 对 茶汤的水 对 我们这是中广的自来水哦 可是呢 中广的这个 应该是说中广的饮用水啦 这个水质都不一样 还有秀秀老师 嗯 这个白茶其实是没有经过发酵 也没有经过揉碾 你说也没有经过揉碾 对不对 也没有经过烘焙 我讲白了 不炒不揉了 就是地上 就是树上摘下来的 讲白了就是树上摘下来的这些叶子 直接就把它晒干 对不对 对 讲白了就是这样子的操作方法 我再加一点热水 然后你再喝喝 可是我可以喝得出来 这个叶子的本质的味道 我有喝到叶子的本质的味道 叶子本质的味道 就等于是茶叶的本质 这个茶因为它的那个 大家都觉得说 没有化妆的感觉啦 白茶因为它的 它的那个茶叶 它的功能性太强 所以一般人都很强调 它的茶叶的这个 属于这个中 就是我们一般身体上的部分 可是你看你喝的时候 你还是感觉像 怎么会我好爱白茶哦 真的 我从来都不觉得它有什么功能 它就是让我喝起来 我就觉得味道好好好 舒服 对舒服 而且它是 这款很舒服 它是等于是 是出乎你想象 六年 六年的茶 就像他们讲了嘛 七年它就已经是个药 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闻 这个白茶 比如说六年的白茶 它就有叶子的味道很浓 因为如果是今天讨论茶叶的话 大家会讨论它的烘焙 对不对 大家会讨论它后制 所产生的香气 可是你看这支六龟的白茶 你这样子光是闻 就是叶子的味道 完完全全就是叶子的味道 可是你不会有清味 对不对 没气味啦 没气味啦 也没有刺激的那种 没有没有 苦味色味 它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甘甜 然后所以我们才会说白茶 白茶是非常温和的茶 所以等于是秀秀 很多人其实在喝白茶的时候 其实没有讨论到白茶的茶汤 而是讨论 白茶的功效 功效一直是被讨论 什么防心脏病啦 真的吗 什么性清凉 可以退热去暑啊 还有什么肠胃吸收啊 但太多了 太多 所以为什么白茶会这么红 对不对 对 最近这几年会这么红 这么红的原因 因为它的药性太强 我都不知道 那我都是猪八戒吃人生果 我一直喝白茶好高兴 是啊 这是养生啊 非常 就以我们这些茶类来讲 它最中性 我其实都是用感官来判别啦 我其实对于茶 我跟你讲 我觉得感官是很重要的 当然啦 你其实吃起来喝起来 开心才重要啊 你身体好啊 你就觉得好棒 我个人觉得 我面对食物的态度也是这样 即使人讲说 它有什么效果怎么样 我其实吃起来 如果很可怕 什么效果 我就去吞药就好了 药丸只有小小的一喝嘛 我们两个这一块 很像 像我自己 我自己我对茶叶的感觉也是 譬如说 今天天气很冷 要对 我在家里面 一定会蹲普洱茶 给我自己喝 手普那个入仓的 如果今天天气很热 我可能吃完饭没多久 我就拿个钢砖茶 让自己开心一下 那种清凉感嘛 对啊 有清凉感 但是我喝这个清凉感 我还是喝热水啊 热茶 我现在好厉害 我现在打嗝 哦好香哦 你讲打嗝我忙打嗝 对啊 真的 我觉得喝到好茶 本来就是会打嗝 本来会通 对不对 这个茶舒服 所以它是山茶等于我们的原始 原始林 就是在六龟那边的 而且它采摘非常不方便 没有为什么最近这几年 大家都在讨论六龟的白茶 这是什么理由 我也没有听到 没有啊 别的地方的白茶 我也是呀 为什么大家都 六龟哪有那么大呢 我走到哪里都在喝六龟的白茶 我觉得要喝要喝前面的 这两三年的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碰 但是我自己买 我最满意的还是2015 那后来买到 后来喝到一些 我还是没有买 时间不够吧 我觉得对 要盛放 茶叶一定要盛放 白茶是特别要盛放 你至少要放个三年 跟普洱很像很像 跟普洱很像 而且秀秀老师你讲 你说你当年买了这个六龟的白茶 你每一年都适应一点点 味道都不一样 不一样 你说一开始的时候 味道令你感到不悦 就不悦的感觉 对对对 那因为朋友有特别跟我说 他说白茶就是这样的茶性 你一定要走过三年 所以我自己也在等那个时机 可是我们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我们拿福鼎的白茶出来喝 对对 立刻可以喝 对 我觉得 这是成熟的商品了 对对 不一样 对不一样 那我们自己的六龟的茶 它的气质就是浑厚感 福鼎的白茶也好喝 你现在讲到福鼎的白茶 但是它很 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它就是比较 比较秀雅 对 秀雅之气 虽然都是属于白茶系 对对对 我都觉得六龟这个都让我好像 走到了一个野地的感觉 有吗 我们刚才有一个感觉 对不对 可是那是有气质的野地 你很厉害 你刚刚你上一集在讲高山茶的时候 你说有三暖之气 可是秀雅老师 你不觉得喝茶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吗 就比如说茶叶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或许大家会认为说 我喝了茶可以什么 可以什么去学 什么可以降学职 可以这样 大家或许会对于这个健康的功能 赋予很高的期待 我讲对不对 因为其实这个是先祖 先民先辈 传下来的一种生活养生的智慧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还是感官吧 我喝到什么茶 比如说我喝到东方美人 我立刻人就会去到了俄美 你知道就会去那种 你要不要 赶快我们来东方美人 对啊 紧接着下来就是东方美人啊 我们泡这么久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其实今天就来给大家用这种 这是考试 这些茶对我来讲都是考试 为什么因为它的时间很长了 而且其实你这样冻这个东方美人的这支茶汤 我也有闻到味道 真的 2019 2019冬天的东方美人 而且其实修修老师故意带了五色 就是非常明显 茶叶有五种颜色的这种好的茶 你看这个茶汤里 我就知道你要比什么 它要比这个六龟的这个茶了 又不一样了 好像在喝香水 我可以这样讲吗 好像在喝香水 所以有些人会说 有些人会问我说 东方美人是不是有放这些东西 是不是有加香精 对 真的很 真的很浓香 因为我们时间很长 我们泡它的时间 修修老师我要再续一个汤匙 我觉得 我觉得东方美人 我加一点热水 等一下修修老师 你不喜欢它这么浓香 没有不喜欢 只是要甘甜一点 我觉得也是很甘甜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它那个 甘苦味有出来 有 我觉得整个东方美人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泡气韵混合 你要不要喝到后头 用吸的对不对 对 就叫我要用吸的 对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 再吸给大家听 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样吸不一样 不一样 这样吸的香气蛋呢 不是香气蛋 它有一个什么味道上来了 对 那是什么味道 泡很久啦 发酵啦 这样子你知道花香掩盖不了它的那个味道 对不对 如果刚才这样平平的喝 好来 好那我们准备来咯 三 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爱喝茶的人今天一定羡慕死我了 因为呢 延续上一集 秀秀老师 潮达老师 赵昆秀老师 来给大家介绍夏天 适合夏天喝的茶 我们呢 已经连续适应了 一二三四 如果跟上一集的放在一起 现在进入的是东方美人 我觉得秀秀老师 你真的对东方美人比较偏爱 因为呢 我们一路喝到了第四支茶 秀秀老师终于给自己续杯了 否则都是我一直要吵着续杯 秀秀老师都不理我 没有 不是我对东方美人 你最爱东方美人 你偏心 我每天在家里 每天换茶 像选妃子一样 选妃子一样 我怎么可能只偏爱东方美人 你又不是没去过我家 对啊 我就说我是看天气 他在现场 你知道连他自己都帮自己续杯了东方美人 我好奇 我好奇这个茶的变化 可是好 那你再倒数 我刚刚其实在讲到说 我们一开始 因为其实这现场的这六杯茶都泡蛮久的 超过半个小时了 因为我们都一边聊天 一边泡茶 那可是关键是在于秀秀老师说 我好奇东方美人的变化 其实这支东方美人一开始喝的时候 好像加了香精哦 那个香气是香到无法抵挡 哇 这个做茶的茶笼 茶笼非常的厉害 那他得奖无数 像2019年冬天这支茶呢 是在有机的茶园 然后做茶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状态非常好 好 那再来是他是用清火炭背过来的 那他做的又比较偏花香 我觉得他很厉害是 他做到花香到位 可是你不会喝到清味 没有 我没有喝到清味 对 我也没有色味 这个很重要 我为什么提这件事 因为我发现现在 东方美人的做法已经改变了 怎么说 他们要保留什么味道呢 对 他们很多人喝到那个清味 把它当花香 然后他的发酵度都比较轻 包括五一三的长龙也告诉我 他们也要这样做 他说现在的人喜欢喝香味 那对于后韵比较不爱 可是我喝得到这支东方美人 他的香气很足 他的后韵也很足啊 就是这样 我喜欢的是这个方向的茶 但是呢 兼顾两边都有 对 但是呢 这样的茶类 你必须要等 比如说他清火炭被 你就是要等个半年 甚至有的茶还要等一年 你要受得了那个时间 有时候你买那个 五一三茶龙的那种手果香 你不等他那个被火未退 你如果喝他的话 你就不喜欢这支茶 可是这个时间对大家来讲 有时候我很好奇 我们大家一定要懂这件事 所以你跟茶龙要讨论 你买那个茶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人家讨论到这件事 就是说 好 就算我这次很牺牲 我买了你的炭被 或者我买你的手果香 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退过来 有些茶呢火很急 它只有火香 它没有别的东西 你的时间要拉很长 你有没有办法 或者说他的那个火急 其实是对茶叶来讲很伤 你根本没有办法喝 其实像秀秀老师讲的这一段 就让我想到 如果今天大家爱喝葡萄酒的人 我觉得应该爱喝葡萄酒的人 基本上也是爱喝茶的 因为对于味觉都很敏锐 他们也有一种说法 你打嗝了 他的说法就是 就比如说有一些红酒时间没有到 是不开瓶的 因为你再怎么醒都醒不过来 它其实靠的是时间 你知道吗 茶叶也是 即使是你放了很老的盐茶 它的花香都还能够在 为什么 因为它的火把香锁住 这句话很特别 火把香锁住 为什么要锁 如果你不锁住的话 它那个香在当时候 可能一两年就退掉了 所以等于是火退了之后 花香才会出来吗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 可以啊 真的 所以你要让那个火透啊 你看那个发酵要透 火要透 这件事情 我着迷死了 听起来好迷人啊 好好秀秀老师 我现在要紧接着接下来 我刚才要给大家讲 秀秀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夏天 适合夏天喝的茶 之前的两支是绿茶 对不对 然后这两支 一支绿茶 一支绿茶 这支不是绿茶 这是青发酵的乌龙 对不起 青发酵的乌龙 我要更精准啊 在我来看你知道 乌龙茶 对啊 乌龙茶 但是叶子很绿 对 然后呢 第三支呢 我们是 我们适应的是白茶 来来来 介绍一下一件事 来 给大家看 我们回到了梨山 梨山的高山 你摸叶子 你摸叶子 有点厚度吧 有有厚度 这个是山上的 不是薄薄的 不是薄的 很厚 不是薄的 有些茶叶会让你一摸就碎 等一下 它不是一心二叶 它好大梗哦 我给大家看 好大梗哦 很难了 一心二叶很难了 手采 至少它还是手采 对 第二个 叶子完整 叶子完整 它不是 它不是剪 剪出来的 不是剪 不是那个 一般那种 另外一种啊 这是剪裁的 然后再来 它其实有一点点红边 一点点红边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在发酵的时候 发酵上面 其实它还是有 有一点 天哪大哥 有一点发酵的 发酵度还不错 所以你说它是半 你如果看到香红边 基本上哈 基本上就是果香了 比较偏 香红边的叶子 就有果香 果香味 对 好 那这边还是花香 那这是白茶 白茶的话叶子就 你看 放久了以后 它的叶子 很花巧 对啊 就呈现它原来的样子 对对对 那东方美人是什么茶呢 东方美人基本上也是乌龙 但发酵度很重 可是你会称它是什么 就乌龙茶对不对 还是乌龙啊 它还是乌龙啊 因为它的发酵并没有全发酵啊 好 紧接着下来我们要试的是大吉林的红茶 这里很特别 大吉林红茶居然长得这么绿啊 而且大吉林的红茶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红茶 而且它的颜色也不生红哦 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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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那么红 但它叶子非常的细腻 来哟 来哟 要加油 来哟 好力一Take 我跟你讲 这跟东方美人要比一比哦 这个带来的原因 她把两个PK哦 对 你看哈 这么这么 这都是下午 你看哈 都是英国什么 什么 我们侍女下午茶之一 说我们东方美人多红 以前不是有一个传奇故事吗 一女忙都喝我们的东方美人 那我们看看她们的红茶 哇我泡到底 居然是这个味道 全部都展开了 全展开的茶 等一下再给我一汤匙 我要用这种猪吃的那种 来试这个茶 你要不要加水啊 但是我觉得她很厉害 她还是甘甜 虽然那么苦 真的很厉害 她哪里有苦 听众朋友有喝过 我都觉得有甘苦味 当然有甘苦味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泡蛮久了 可是我其实有喝到一个很香的味道 一个木质的感觉是不是 那是木质感吗 因为她是去年的 去年春摘不是今年的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哦 好我们要赶快喝第四汁了 我需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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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把这个奶油要干嘛 就是水 哎呀完了 要加水赶快我要泡肠 可是刚刚不是有 我就是不是要有希望 给我某种加热器在你那儿 你拿给我我不知道干嘛 没有没有 里面有水 这里面有水啊 这里面有水啊 真的啊 都这么做你没有感觉 我想说我刚刚不是加热器 你还他干嘛 都是我就不懂 他刚刚给我要干嘛 我以为你那么水啊 我想说你还他干嘛 不是呢你要加热哦 他是热水啊 吓我一跳 我说你怎么把 糊给他干嘛 我们刚才加的 我刚刚有点糊涟哦 这帮我加水 这帮我加水 我一定不够 嗯 帮我加水 好来 等一下 等一下 把白好 把白好 等一下 秀秀 你应该现在就要把六安 老六安 新生谱先泡 泡六安你喝不到 那等我一下 我先重新布置一下 因为呢 我们等一下要喝四斤钱嘛 对不对 四斤钱喝完了之后 不能先喝四斤钱 喝之前要先喝新生谱 好 那我现在我要重新复制了 我把这个镜头 我把镜头移到赵坤秀这边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把它放好水哦 因为我移到他这边 他就要开始泡 你说要泡 一八二一六七可以哦 要不要再拨 一六七可以哦 可以吧 因为我记得他放这一六六 一六 好好好 可以啦 那你现在泡的这支是什么茶 新生谱这一支 新生谱 好来 所以我们四斤钱先hold住 对不对 要先hold 然后老乐安也hold住 好来 好喝两段哦 好 还有两段哦 只有两段 够够够够够 好 OK准备来哦 我给你喝两次 可以吗 麦克风 可以可以 我都全身大汗了 真的假的 来 好那我们准备来咯 好来 三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每次 呃 超大老师 赵坤秀秀秀秀老师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他都很忙哦 如果听众朋友有追上YouTube的影片 就会发现在广告的时候 他忙死了 又要水 又要布置 小姐 广告的时候你还拍啊 你好狠哦 都没有停哦 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给大家试喝的这一支 并不是四斤钱 不是老六宝的四斤钱 也不是老六安楼 也不是黑茶 秀秀老师说要先喝生谱啦 为什么要先喝新生谱 因为夏天的时候 我讲新 其实他已经 没有入仓的生谱 他是八年了 只是没有入仓 我们通常称呼上啦 这应该讲说八年的生谱 那没有入过仓 所以我们叫干仓 干仓 对一般人会称干仓 干仓 我不介绍他年纪 因为我觉得茶叶有时候会被大家拿来做这个炒作啊干嘛的 我们不谈这一块 被误解了 对对对对 我不谈这一块 我们谈身体的反应 那一般来讲 因为他比较 说实话 他比较冷 可是我觉得比较冷 是跟普洱茶互相比较 我就是跟普洱茶比啊 真的也是比较冷 但是因为他很厚实 因为他他的这个茶叶是是义武那边的大树茶 所以当然比较厚实 而且放那么久了 好 所以现在我们在等水开对不对 是的 我们现在在等水开 然后我们现在等水开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一下六安的长相 好啊好啊 来 这边啊 老六安在这边 而且老六安是我们等一下要喝的对不对 对 还是你今天只给我看 因为有的茶太珍贵了 可是秀秀老师都好舍得哦 都带来 而且这两六安茶呢 因为你难得喝啊 用的是竹边的篓子 然后用竹叶包起来 对 整个茶叶包在里面 你说这是90年代的老六安对不对 对对 而且是顺一顺一票 这个叫一票 一票啊 一张就叫一票 两张 好好玩哦 不一样的 为什么有一张有两张 以前的书法是说 如果三张的话是最好 其实我后来听前辈们讲 其实不是啦 有时候会放错 放错 甚至五六张 你不小心丢进去太多张 对对对 甚至有 整个茶叶都压在 都压进这个竹楼里面啦 那他们泡的时候 有时候会把竹叶丢进去 又比较有凉感 我有喝过有竹叶的 对对对 比较凉感 那六安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刚刚讲嘛 故事啊 什么去暑啊 节热啊 等于是 秀秀老师有讲 是因为矿工的关系 这个不是 矿工是四金钱 不能讲四金钱 就老六宝 那这边的话呢 就讲 刚刚讲我们是清朝啊 清朝 大家把它拿来当药啊 如果你不太舒服 头痛啊 对对对 肤子怎么样啊 是是是 所以 等一下秀秀我都还没有看到 茶叶的样子 因为它都一直被 竹叶盖在里面耶 就很碎啊 它就等于是整个 就压在里面 是这样吗 压在竹楼里面 它蒸过的茶 黑茶都蒸过啦 蒸过的茶 但是 这是黑茶吗 可是如果要讲黑茶 一定要后发酵嘛 对不对 所以它要时间 因为我有去亚安 采访过黑茶啦 我有采访过茶马古道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他们要经过水 要晒 是 对啊 所以一般来讲 称这种茶类 黑茶类 都说他们 比如说卧堆啊 哦 有味道 我刚刚偷了一块来闻 哦 他们其实是 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是因为要运送茶到 到西藏 你知道更深入的地方 那所以才会造就这些茶 行程的环境条件 你讲是西北 但是事实上不止一条嘛 对不对 不止一条 对 那所以现在的人 可能是用现代的方法来制作 因为他不可能背着茶 走茶马古道 背进去 对不对 再出来 后来有公路啦 有铁路啦 就不一样啦 当然不同啊 我记得我那年去采访的时候 走山路 他们这些运茶的工人好辛苦 这个茶啊 为什么会做成像砖块一样 因为他把它雷起来 雷起来之后 要用一个竹竿 背在后面 等于是他们在背这个茶的时候 要尿尿 要吃饭 全部都要站着 其实很辛苦 然后风吹日晒雨淋 我算过他们的那个茶叶的重量 大概60公斤 你看 三五七一饼 要背84片 而且你知道 我们去看茶马古道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看地上 就比如说有些石头上面 都有一个洞一个洞 那个其实就是当初 对 就竹竿抵住 背着的时候竹竿抵住 抵住的时候 人站在那边 对 日积月累 日积月累 然后都 都有深陷的洞 大家就去找那个洞 太厉害了 你就去想 从那个洞去发想 天哪 那个时候 为什么这个茶叶 有黑茶这样子的历史 有黑茶的味道 其实都是时间 还有环境因素造成 要运茶运进去 对 对 没错 所以每次喝茶 要给他们换马嘛 每次喝茶 喝到黑茶都好有感觉 真的 然后会想象 想到那个画面 还走到一段茶马古道 我把照片调出来给大家看茶马古道 太棒了 太棒了 不是一个大道 是小路 不是说什么康庄大道这样 不是 不是 因为那个像翻山越岭 对 我看过照片而已 其实讲是很丢脸啦 我们其实茶马古道 只走了一点点 大概只走了 大概 10 20 30公尺左右 真的 然后呢 只为了拍照啊 拍完就下来了 对拍完就下来了 也不算下来 因为我们走的那段 还蛮平缓的 有一点可耻啊 可是讲起来很有趣 真的 对 好了 我们可以赶快来喝这支生谱 我在等水开 应该差不多 我们来 我们来 我们来等这支生谱 因为等一下 我们就要先喝生谱 对不对 然后再喝这一支 好 我介绍一下 生谱一定要高温 对 好 而且换壶了 我们现在 换壶 第二个 我带的是红土 我们叫红土 老红土 老红土的 对 茶壶 给大家看一下 我偷偷写的 因为我都喜欢用铅笔写 你有做记号是不是 对 你能自己忘记 那这边看得出来 好多好多字 茶馆了 茶馆了 好多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好多好多字 好 这个 特别念吗 好念 中国 土产 那个畜产 出口公司 福建省 风公司 厦门支公司 所以这个其实是特别出口的 80初的时候 一场壶 那我们会 我会特别写 是因为 前辈们在卖给我的时候呢 因为我对壶 其实 那个时候还没有很熟悉 所以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认壶 后来你看这个气型 因为你手上有标准的气型 你在买壶的时候就比较懂 可是现在这支湖有得买吗 还是买得到 而且上面有写 但是仿的很多 行饮中国乌龙茶 可是仿的很多 他就告诉你当初为了要推广茶 对不对 他们做了什么样的湖 而且福建嘛 福建就是喝铁观音啊 好开始冲胖了 好 我们也要进广告了 广告时间 他冲胖没有停 来 进广告 你有坏哦 刚刚没有告诉我 快点 直接进广告 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饮用 因为我们还有两三支要喝 对不对 一二三 最后一段了 太过分了 对呀 今天我一定要喝到 我今天一定要喝到老 这支 老六安 老六安 我今天一定要喝到老六安 我今天一定要喝老六安 我今天一定要喝那个奇门人 用来 用来保健的茶 对不对 没问题 来 我们先喝 但是 前面两泡不要喝 好 那你先处理 对 不要喝 等一下 时间很宽裕 等一下你要提醒我 还没有拍老六安 打开来之后 刚刚拍的是 封在里面的 为什么前面两泡不喝 太老了 因为他最 他最棒的地方 其实不是在前面两泡 要从四五泡 就等于是要把它打开来了 对不对 对 等于是我们跳过去了 你得醒那个茶 对了 我们为了要做节目 直接跳过去 那我让你喝 最好的状况 最好状态的时候 对 通常哈 你泡普洱 一定要记得 什么普洱茶都一样 越到后面 其实应该那个浑厚感 一定出了来 越好 不要那个四五泡以后发现 对